舉的時候全黨 舉全黨之力背水一戰 那結果才贏1100票 所以是應該生喜 休假返台 駐日代表謝長廷 對陳舉出書爆料 派系內鬥話說得酸 深夜還在臉書PO文 痛皮陳舉的書 是導致時間順序的虛幻情節 也是妖魔化別人 賴皮不遵守制度的虛構故事 如果在初選後的中職會 有反對或阻撓陳舉參選 願意欽赴高雄市政府 向陳舉市長請罪 陳舉自己沒參加中職會 應該是聽別人轉述 現場是我們美麗島事件的 辯父律師 那在行政院樓 在勞委會主委 那也是我的長官 對長官 對我們的批評指教 那我們非常感謝 因為說一直賣 所以然後又一直打 所以就必須一直說明 2006年的高雄市長選舉 陳舉出書 扯謝長廷阻撓參選 延燒兩個禮拜後 謝長廷大反擊 痛批陳舉在妖魔化別人 高雄市長選舉 民進黨初選階段 謝系反撲 時機點敏感 他是當事人 反擊力道非常的強 我相信 這顯示說 民進黨高雄市長的選舉 非常的激烈 綠運在高雄有執政優勢 為了搶出現 黨內同事操歌 殺到劍骨 2006年高雄選舉 2017不只被陳舉拿來重拍 2018恐怕還有翻外篇 藉由張宵鵬離家園台北報導